新东方于23日下午2点起,成交量一路暴涨 突破8000万股,设资突破25.9亿元 股价则一路断崖事项下 最高跌幅达50.7%,最低价仅25.2元 全日收30.2元,跌40.61% 单日市值蒸发超300亿 美股方面中概股教育板块盘前集体大跌 截止收稿新东方大跌46% 好未来跌48%,高途跌41% 另外教育科技有道也跟跌 新东方去年11月以美股136.5元上市 如今收市仅29.9元 并且今日因股价波动 更是于下午6次触发市场波动调节机制而进入冷静期 新东方为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成分股 当股份价格相对5分钟前的最后交易价变动幅度超过10% 失调机制会被触发 为市场提供5分钟冷静期 并容许交易限于指定价格限制范围内进行 其后将重启正常交易 自今年4月起 新东方股价编一路下行 花旗、野村、高盛等大行陆续开始下调新东方目标价 5月18日 新东方等被北京市教委点名批评收取超过三个月课时费用 其后校外培训机构假期不得上课等政策纷纷出台 整体教育板块应声大跌 另外,网站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 其中提到,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 严禁资本化运作 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补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 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 另外,日前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支援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 意图从根本上叫停假期培训 若政策实施 K12教培机构必将元气大伤 据悉,监管政策会影响到新东方72%以上的业务 其中约有超过一半的营收贡献来自于假期 另外,课后培训被暂停 贡献度占比达15%左右 市场预计如果两项政策落地实施 机构会失去约60%以上的营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